法会只是辅助 修行必须要从身口意来改变自己 若为法师开示 佛教法会只是辅助工具 佛弟子要从身口意着手改变自己 我觉得说 其实这些的 就是民间的 这些的 以佛教来讲 他有这些的法会 最重要还是希望帮助 学佛路上的 一些行者 这些只是辅助的 一个工具而已 最重要还是要去改变自己 人如果能够从自己的身口意去下手 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 去照顾自己的起心动念 那你就不会去患错 你就不会承受到因果 因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是实际未到 而是一个修行者 时常看到自己 我今天 我的路上要走什么路 还很清楚 不是只是来 患了错过后 祈求诸佛菩萨来 忏悔过后 把这些事情就交给佛菩萨 要我们去免除这种苦难 而是要从自己本身去做起 你自己生活当中 各方面 调理好的话 你都不用担心 你会过得很洒脱很自在 这是人一个人 必须要去面对的 而且就是 尤其是修行人 每个人都是敬业心人 如果你能够 清净我们的夜市 那自然而然 我们的夜 清净了 自然显现出来的 是一个很 能够 我们就会有成就道义的时刻 七月份的当中 大家秉持一份很喜悦的心 很恭敬 虔诚的心 来清福山波尔寺 来礼佛拜灿 当然能够让你们 也许 就因为我们自己的用功 自己的心忏悔 能让自己 能够 家人 能够都是 过着很平安 很健康快乐的日子 众生都要用功礼佛 拜灿 心忏悔 自己与家人都能过着平安喜乐的日子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道